大家好,我是让你学习英文,笑嘻嘻的开心 很多人都觉得英文单字很多,变运很多,非常难记 我要记这要记那,所以你就会有点排斥,不想跟他接近 那我就要跟你讲一些,其实呢,英文带给你的好处 也有这种福利,就是让你一看就忘不了的便宜 你光看它表面上意思,你就不会忘记了 譬如说什么呢?就是这样第一个,Money Talks Money Talks眼看就是钱会说话 钱会说话还有什么不行呢? 所以有钱能使骨推磨,钱就是万年的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比如说有时候你会看一处戏啊 或者说看到一个植物雕动,你会觉得哇天啊 那样的你能干那种去啊,然后你就会 心中有个默默结论,Money Talks 就是钱可以办好一切的事情 那第二个是Cry,Wolf Cry的话你知道吗,就是哭啊叫啊,都可以用Cry Wolf就是狼,所以当你今天大叫说狼来了狼来了 那你就知道吧,这个事情可能是假的 因为这个人才来讲一些假的情报 但是就是要吸引大家注意力,但是那是假的 所以放假的情报,你可以说Cry,Wolf 那这边有两个例句,第一个例句是 No one will believe him,because he has cried Wolf so many times 没有人会相信他,因为他已经怎样 他已经放假的情报这么多次了 那你就会发现Cry这个字,完全就是当动词用 所以他在这边会发生一个屁屁的形状 这就是一个现在完成式 因为他已经有这么多的经验了,所以大家都不再相信他了 那下面这句,Is he really sick or just crying wolf 比如说有人打电话来,然后说他要请病假 那旁边就有人就不怀疑好力的说 他是真的生病还是怎样,还是暂放在讲完了 也就是说他告诉大家他病得很严重,其实没有 他只是因为昨天会准备了他也最惊奇不来 就是这样子,所以Cry,Wolf有这样的意思,非常好记 那我们再看一下 Until the cows come home Until直到the cows,靠你直到就是牛 我不是在骂人哦,是牛 而且还不止一只Cows 所以我今天是Cows,我也不会这样子 直到牛回家,起来不止一只 你可以想想看那个牛,我把他放出去 让他去吃草,然后帮我让他们回家 等他们一只一只的全部都回到家 那多久啊,因为牛怎么会那么慢 所以呢,这个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非常久的时间 好,例句 You could argue until the cows come home but it wouldn't sound anything 你们可以吵啊,吵怎样 吵很久啊,until the cows come home 所以完全当一个时间来用 就像hester day,tomorrow, next month 这样的东西 但是怎样,但是他不会解决任何事情 所以他意思就是非常久的时间 and that's one They were talking on the phone until the cows came home last night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你可以自由的做一些时代变化 譬如说我现在的时间叫last night 你就知道是过去 所以你看我今天讲的until the cows 我就不是come,我用came,过去 好,什么意思 他们昨天晚上干嘛,一直在讲电话 而且讲多少,不要讲多久,讲很久 讲到所有牛都回家去了 就慢慢的,一只牛慢慢的走 很多牛慢慢的走 走到春都回家 就讲很久 他意思是这样 ok,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open a can of worms a can of 其实是一个什么呢? 是我样形容词 你可以拿它来形容你的数量 譬如说像这个东西 你看绿色的地方 a can of soup can的话是一个罐头的东西 那一罐汤,汤我们不能数喔 液体的东西不数,我们不能说 a soup, two soups 但是有一罐的汤 你可以想像用什么 玉米楼汤啊,什么高汤啊 那一罐 是这样算的 那你也可以说a can of coke 一罐可乐 或是a can of hairspray 髮胶 所以你可以用这些东西 用这个罐头的形状 来数这些东西 那如果是a can of w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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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的话叫worm 蟲 软软的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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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 那worms 那就很多支了 你现在看今天有个罐子 里面打开来 全部都是蟲 为什么要用复数 因为一个罐子一定装很多蟲 不可能一个罐子只装一条蟲 那你把它打开 那什么意思 你明明知道那个罐子都是蟲 你为什么要打开它 你根本就吃饱饭了 所以就是本 就是有个问题 其实很麻烦 然后你就偏偏要去 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有点 好日子不过 然后偏偏找坏日子来过 吃饱饭了 我们来看第一句 Honey, I don't want to open a can of worms 我实在不想做这种事 我不想做吃饱饭的事情 but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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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d a lipstick staying on your shirt 我发现了一个 不是现在发现了过去 我发现了一个口红蜜 A lipstick staying 在你的衬衬上 我明明知道我一提这问题 就没完没了 但是我 没办法我还稍急 所以open a can of worms 有点这种感觉 一做一打开就没完没了 很烦 但是就是可能有一些原因 开始做了 好下面 he is reluctant to come to her because he doesn't want to open a can of worms 好 他实在很不想要联络他 这边有点不想的味道 这个是那个我演讲的 好 因为他不想怎么样 他不想吃饱饭了 因为他知道他联络他一定就是 有一些事情会发生 有一些问题要解决 很烦 但是呢 可能有一些还是不得已 还是要联络吧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来看最后的 May December Romance 或者是May September Romance 一看到romance 你就知道 这边跟爱情有关 好 恋情有关 好 但是为什么要加上月份呢 好 如果你知道他是月份的话 首先你一定要加上是月份 好 May的话你知道就是5月 December是12月 September是9月 好 5月跟12月的爱情 打个比方 譬如说 我觉得 我跟人家谈恋爱 我觉得对方是5月 5月是什么 5月就是春暖花开啊 星星向火啊 好 那个人好像春天一样 但是 我呢 我是什么 我是December December是什么 冬天啊 落叶啊 空枝啊 一切都没有生 生计希望 所以表示这两个恋情 是年纪差很大的 好 可能是男大 还有小 大 那年纪差很多 甚至后面可能还暗示一些 啊 这两个人差不多 一定是会 踩在一起的 那样的恋情 好 反正就是年纪差很多 但有人会用May September September 的话一样啊 你可以想像秋天 我们台湾都没感觉 可是在有一些 比较冷的国家 那个9月的话 真的就是 有那种秋意很萧涩的感觉 所以这两个也是感觉 落差很大的意思 好 就是这样的恋情 好 那我刚刚有讲好 你要一看就能够知道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字 那说一下 好 售后有五好 让你分清楚一些 你常会搞混的月份 比如像March 跟May March是三月 May是五月 那有人常会觉得 都是M开头的啊 他无论会搞混 那通常我们就这样记 May的话 May 五月有母亲戚 五月第二个亲戚 那你妈妈可能就叫阿美啊 阿美啊 这很常见妈妈的名字 好所以你看May就是妈妈 可以吗 母亲戚的妈妈五月 好那其他那个March 就三月 还有这两个也很容易有婚 没有出现在这边 我的经验中很容易有婚 就八月跟十月 十月你就记得October 就是Atobe 阿土伯 阿土伯就是一些老人嘛 那十月不是就是一些老人们的月份吗 什么国庆日啊 台湾光幕节啊 然后还有个什么 展介石生日那种 所以Atobe 老人的月份 这十月就是八月 那这下面这三个 长到很像吗 你有发现吗 他们都有个Amber Amber Amber 我不知道你会常常搞婚 这三个字 因为长得很像 但是我从来不会搞婚 废话也这么好是 那我会怎么搞 我后来发现 因为我觉得September的S 看起来很像9 就写一切 写外一点 所以它在9月 这个的话 November 看到吗 十一 所以也是一月 December 当然就其他的 但是12 反正不是9 不是11 然后有时候我会这样想 12 我2还没写完 12 反正要写的 但是没写 这样就December 这就是顺带 告诉大家 所以其实真的 很多英文没那么难 你看就会忘不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